算是對於台灣大學哲學系的 主要的一個創始人 那一天我跟傅飛翁來這邊 那時候已經生病了 我就直接送到郵政醫院去 那是最後一次 我覺得一個荒東梅教授 這麼一個重要的人物 怎麼可以把他的房子 敗外在這邊沒有修復 所以說真的沒有修復 我現在沒有修復